基础物理2B 3-2 移动平衡 拉密定律 这是3-2的立体还有类体的解说 第一题 用AB两绳细做60公斤的铁块 将其两端固定在天花板上面 各于水平乘37度53度的夹角 则第一小题 A绳的张力多少 第二小题 B绳的张力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一个铁块这个铁块重量60公斤重 所以向下有60公斤的重量 现在铁块两边分别用A绳跟B绳把它细住 由于两条绳子紧绷因此 因此A绳有个张力 而B绳也有个张力 于是A绳的张力如果叫做TA 而B绳的张力如果叫做TB 因为左边这个角角37 右边这个角角53 因此中间这个角角是直角90度 我们在欧点的地方我们做一条水平线 这条水平线跟天花板是维持平行 由于捏错角的关系 左边这个角度是37度 所以这个角度也是37度角 右边这个角度53 所以这个角度也是53度 因此铁块受到A绳 B绳还有重力 三个力达到三力平衡 三力平衡可以围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我们可以用拉密定律 于是重量60公斤重 他所对的角度 上面这个是90度 所以比上sin90 会等于TA A绳的张力 他所对的角度是90再加53 所以是sin90加53 因此等于cos53 而B绳TB 因为B绳所对的角度是90再加37 所以sin90再加37等于cos37 所以60比上sin90度等于1 TA 比上cos53等于5分之3 而TB 比上cos37 cos37是5分之4 所以TA 会等于1乘TA 5分之3乘60 所以60乘上5分之3 5分之3 0.6 所以有36公斤重 水A绳的张力 有36公斤重 而B绳的张力 TB 乘1 等于60乘5分之4 所以5分之4 0.8 水60乘0.8 等于48公斤重 因此A绳的张力有36公斤重 而B绳 而B绳的张力则是48公斤重 这个是第一小题 第二题 一铁球重40公斤 静置于V字形斜板间 如右图 则第一小题 铁球作用于甲板上面的作用力是多少 第二小题 铁球作用在椅板上面的作用力是多少 我们先看这个图 如果这个铁球原型在这个地方 现在铁球本身重量40公斤重 所以向下有一个重量 等于40公斤重 铁球放在左右两边夹一两个鞋板上面 于是铁球压着鞋板鞋板支撑铁球 可是圆跟切线相交 它们只会切在一点上面 切点的地方 刚好也是通过圆形的正向力 所以甲板对铁球有一个垂直方向的正向力 乙板对铁球也有一个垂直方向的正向力 因此 铁球同时受到重量 还有甲板的正向力 以及鞋板的正向力 这三个力达到三力平衡 因此这三个力可以形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我们把这三个作用力重新整理一下 一个向下有重力 在右上的方向这是甲板的正向力 左上的方向是鞋板的正向力 所以向下重力40公斤重 往右上这个方向 这个是因为铁球压在甲板上 所以甲板产生一个正向 甲板产生一个支撑的正向力 所以这个正向力如果叫做N甲 而铁球压在鞋板上面 鞋板产生一个往左上的方向 这里是鞋板所产生的支撑力 这个叫N移 可是一条垂直线下来 因为甲板的斜面是倾斜60度 所以甲板斜面倾斜60度 所以上面这个甲角也是60度角 鞋板的斜面倾斜45度 所以N移的正向力 所以这个斜角也是45度 因此三列平衡时我们用拉密定律 底下40公斤重 比上所对的角度 sin45加60 会等于N甲 因为N甲所对的角度是 这个角 这个角度是180-45 所以是135度 因此等于sin135 再比上N移 N移所对的角度是这一个 因为上面是60 所以底下这个是120度 所以等于sin120度 这个是拉密定律的应用 所以 这里我们要先求一个三角函数 sin45加60等于多少 sin45度加60度 因为这个等于sin45 cos60 加上cos45 乘sin60 而sin45 2分之2 2分之2 cos60 是2分之1 加上cos45 2分之2 sin60 乘上2分之3 所以 所以 所以合并起来 所以合并起来分母是4 第一项是根号2 而第二项 0分之2 202分之1 Soul 5分之2 2分之2 2分之4分之5分之4分之2 3分之5分之3分之2 5分之3分之4分之4分之2 9等于N甲 比上sin135 sin135是2分之根号2 2分之根号2 我写成2分之根号2 再等于N1 比上sin120 sin120等于cos30 cos30等于2分之根号3 2分之根号3 我写成4分之2根号3 我的目的是 等一下我要把分母这个4 同时把它约分掉 所以这里 这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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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同时约分 所以N甲等于什么 N甲会等于 我们把2根号2乘过来 所以40乘上2根号2 等于80根号2 除上根号6加根号2 而我发现分子分母都可以除根号2 所以把分子分母都除以根号2 就变成根号3加1 分之80 因为根号3加1 我如果分子分母再乘上根号3减1 可以把分母有理化 可是根号3加1乘根号3减1 变成3减1 于是是2 所以2分之80 变成是40 所以40乘上根号3减1 这是我们在计算过程 我们稍微偷懒一下 少写的几个步骤 这个是斜面甲所产生的正向力 所以铁球中在甲板上 甲板所产生的正向力是40 乘上根号3减1 这个是第一小题 而第二小题N乙 乙的正向力 我们把2根号3乘上来 所以是80根号3 除上根号6加根号2 我们直接把分母有理化 分子分母都乘上根号6减根号2 可是分母乘上根号6减根号2 就变成了6减2 所以变成4 所以是四分之80根号3 乘上根号6减根号2 所以等于20根号3 乘上根号6减根号2 如果我们把根号3乘进去 就变成了20乘上根号18减掉根号6 所谓根号18 我们可以把3提出来 所以3根号2减掉根号6 因此铁球在椅板上面产生的正向力 是20乘上根号2减根号6 这个是第二小题 第三提 如有图 以至上方绳可支撑最大张力是1000牛顿 支柱可支撑最大张力是2000牛顿 而下方绳可支撑任何重量 则物重最大是几牛顿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所谓的上方绳是指上面这一条 上面这条的绳子张力如果是T1 上面的绳子这里最多可以支撑1000牛顿 这是最大值 而这根支柱最多可以支撑张力是2000牛顿 所以这个支撑的张力最多可以支撑2000牛顿 而底下这条重量则可以支撑任何的重量 现在要问你这个物体的重量最多多重 因为一边绳子拉住 一边棍子撑住 而悬掉的物体的重量 所以对于中心这一点而言 如果这一点叫做O点 O点同时受到了三个力的作用 沿着绳子有一个细绳的拉力 如果这个细绳拉力叫做T1 沿着棍子 因为绳子压着棍子 所以这个支柱它向外支撑 所以这个支柱产生一个向外支撑的作用力 这个支撑的作用力如果叫做N1 而如果物体本身 它能够悬挂最大重量 假设是W 所以这个绳子最多支撑的张力 就是W的重量 对O点而言 同时受到重力 绳子的张力 以及支柱的支撑力 这三个力 同时三个力的作用达到三力平衡 我们把上面图画到底下来 底下这边重量是W 这边张力是T1 而这个支撑力是N1 上面这个斜角30度 底下这个斜角45度 由于对挺角的关系 所以这个角也是45度角 而一边30 一边45 所以上面这个角度是105度 因此O点同时受到三个力的作用 达到三力平衡 所以我们可以用拉密定律 来解决这三力平衡的问题 所以向下重量W 如果比上所定的角度是105度 所以比上sin105 会等于T1 左边绳子的张力 所定的角度是90加45 所以这个角度是90加45 因此sin90加45 会等于cos45 然后再等于N1 它所定的角度 是这个角90再加30度 所以sin90再加30 所以等于cos30度 这边因为有个sin105度 所以我们先求sin105度 因为sin105度 是sin60度加45度 所以等于sin60 乘cos45 加上cos60 sin45 所以等于sin60度 2分之根号3 2分之根号3 cos45 2分之根号2 加上cos60 2分之1 乘上sin45 2分之根号2 所以乘起来等于 分母是4 前面是根号6 加上后面是根号2 所以sin105 所以sin105 会等于4分之根号6 加根号2 所以重量w 我们比上4分之根号6 加根号2 等于2分之根号4分之根号6 再等于 再等于 n1 比上cos30度 是2分之根号3 可是2分之根号3 分母如果变成4 变成4分之2 根号3 这样分母 大家都是4 我就可以把这个分母的4 约掉 可是 我们现在要先判断 T1和n1 谁会先到极限 因为T1最多可以支撑1000牛顿 而n1最多可以支撑2000牛顿 因此 我们先比较 T1如果是1000的时候 则1000 我比上2根号2 等于 n1 比上2根号3 这时候分母的2 我先约掉 把根号3乘上来 如果我们假设 根号3等于1.73 1.73乘1000 等于1730 所以 n1 就等于 1730 除以根号2 根号2是1.4 所以把1730除以1.4 除出来一定是小于2000 所以表示 如果T1刚好是1000牛顿的时候 n1还没有到达最大值 所以当T1到最大的时候 n1还能够支撑 这时候 我们T1保持1000 所以 把重量 6加根号2乘上来 结果我们可以把根号2 前后把它除掉 所以等于500 乘上 根号6除根号2 变成根号3 根号2约掉变成1 所以根号3加1 因为根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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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1.73 1.73再加1 等于2.73 所以我们把2.73 我乘上500 结果等于1365 所以有1365牛顿 所以物重最多 1365牛顿 这是第三题 这是第三题 第四题 如右图 墙壁上悬挂一个质量20公斤的铜球 悬于光滑的牵子墙壁上 则 第一小题 绳上张力是多少公斤重 第二小题 墙壁支撑的注入力是多少公斤重 题目说 墙壁上挂一个质量20公斤的铜球 这个铜球质量20公斤 受到地球引力 所以向下有20公斤重 因为绳子吊着 所以沿着绳子的方向 有一个细绳的张力 假设这个张力是T 铜球压在墙壁上 铜球跟墙壁相切 产生一个向外的支撑力 这个支撑力如果叫做N 因为铜球同时受到 绳子的张力 墙壁的支撑力 以及铜球的重力 这三个力就有达到三力平衡 因此 我们把这三个力 化成共点的作用力 所以向下有重力 向左墙壁有个支撑力 往右上细绳有个张力 可是细绳和铅垂线 这个甲角是37度 随内挫脚的关系 底下这个甲角也是37度 因此 向下重力20公斤重 绳子张力是T 墙壁支撑力是N 三个力达到三力平衡 重力垂直向下 支撑力水平向左 所以这个甲角是90度 我们利用三力平衡拉密定律 向下有重量20公斤重 如果比上所对应的角度 上面这个角是90加37 所以比上sin90加37 所以我直接写cos37 会等于t绳子张力 会等于t绳子张力 所对应的角是90度 所以直接比上sin90 再等于正向力N 所对应的角度旁边这里是180-37 所以sin18-37 直接是sin37 所以我们把角度带入 因此20比上cos37 5分之4 等于神之张力t比上sin90是1 再等于这项力是N sin7是5分之3 所以t等于20除以5分之4 也就是20除以0.8 所以等于25公斤重 所以t等于25公斤重 而N 等于5分之3移上来 5分之30.6 所以20乘上0.6 然后再除上0.8 所以等于2612除上0.8 所以是15公斤重 因此N等于15公斤 这是墙壁支撑的作用力 有15公斤重 神上的张力t等于25公斤重 这个是第四题 第五题 如右图 物重W的物体 是于斜角30度的光滑斜面上 经过重心有一绳细于天花板上面 绳和斜面的夹角是45度时成平衡 则第一小题 斜面是于物体的反重力有多大 第二小题 绳上张力有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 有个物体重量w 因此对这个物体而言 向下有个重力 这个重力向下w 而上面悬吊着绳子 绳子有个张力 所以绳子张力假设是t 而重物是压在斜面上 所以斜面产生一个支撑的作用力 这个支撑作用力假设是n 因为接触面是光滑的 所以接触面没有摩擦力 而物体同时受到重力 斜面的支撑力 以及绳子的张力 同时受到上个力的作用 达到三力平衡 既然三力平衡了 则我们可以用拉密定律 既然达到三力平衡了 则这三个力可以围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拉密定律 来求相关的作用力 所以我们把三个力重新画到底下来 因为斜面的斜角30度 所以底下这个水平线 斜面斜角30度 这个斜角是30 而物体用细绳吊着 细绳跟斜面的夹角 这个是45度 斜面是这个平面上 细绳跟斜面的斜角 这个斜角是45度 因此30度45度 这两个加起来75 所以这个脚角如果垂直的这条是迁锤线 则旁边这个角度就只有15度 这时候这个作用力是绳子张力 假设绳子张力T 而物体压在斜面上 斜面有一个支撑力 斜面支撑力 因为斜角30度 所以斜面的支撑力 跟垂直方向 这个夹角也是30度 所以我们找到几个力 相对应的角度 利用拉密定律 所以重量W 我们比上 所对的脚 30加15 所以上面这个夹角是45度 所以比上sin45 结果等于T 绳子张力 绳子张力 所对应的角是sin 180-30 所以等于sin30度 而这个是正向力N 斜面支撑的正向力 所对应的角度 是90再加75度 所以正向力N 比上sin90再加75 所以是cos75 所以这边我们先求一个 cos75度是多少 因为cos75度 就是把cos30度 再加45度 所以cos30加45 等于cos30度 乘上cos45度 加的中间是减号 减掉sin30 减掉sin30 乘上sin45 这是cos75度 所以等于 cos30 2分之根号3 乘上cos45 2分之根号2 减掉sin30 2分之1 乘上sin45 2分之根号2 所以乘开来 整个分母是4 前面是根号6 减掉后面是根号2 所以重量w 我们比上sin45 是2分之根号2 等于 t比上sin30 是2分之1 再等于N 比上cos75 cos75度是4分之根号6 减根号2 所以是4分之根号6 减根号2 因此 这里分母是4 我把2分之1 我变成4分之2 这里2分之根号2 我把分母变成4分之2根号2 分母大家都是4 分母可以直接约掉 所以我们把重量w 比上2根号2 等于2分之2 比上 根号6减根号2 分之N 所以斜面支撑的正向力N 等于 把根号6减根号2乘上来 所以是2根号2分之w 乘上根号6减根号2 前后两项都可以把根号2除掉 所以2分之w 乘上根号6除根号2 等于根号3 减1 这个是斜面支撑的正向力 所以斜面支撑物体的正向力 是2分之w 乘上根号3减1 这个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神上张力有多少 根号t t等于什么 我们把2跟2约掉 所以t等于 根号2分之w 所以等于 2分之根号2w 所以神上的张力 是2分之根号2w 这是第二小题 所以这是整个第五题的结果 第六题 有一场l的细绳 下端悬挂中物w 上端固定 另外一端结于前绳之中央 一人是最大力 2分之w水平力 拉第二绳 则物体拉上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本来一条绳绳 长度是l 底下挂中量w的物体 现在从绳子的中央往旁边 用2分之w的水平力向旁边侧拉 结果物体上升了 现在要问上升的高度 这个最大高度是多少 因为绳子底下挂中量w 因此当达到平衡状态时 这时候物体重量向下是w 所以表示这条绳绳 它支撑物体的重量 所以这个绳绳向下支撑的力量是w 可是水平拉力是1分之1w 所以我们假设绳绳的张力是t 由于绳绳和千锤线 这个夹角是c角 所以千锤线上 这个夹角也是c角 所以我们把物体所受的力 我们把它重划一次 我们对照上面的图 物体的重量w 所以悬挂了绳绳 这个重量是w 水平拉力是1分之1w 这个水平拉力2分之1w 由于绳绳和千锤线 这个夹角c角 所以内处角的关系 这个角度也是c角 所以这个角c角 而这时候绳子张力是t 因此这时候系统达到三立平衡 而平衡的时候 我们利用拉密定律 因为绳绳张力t 它所对应的角度是90度 所以比上sin90 会等于重量w 因为重量所对应的角是90加θ 所以sin90加θ 直接等于cosθ 再等于1分之1w的水平拉力 所以1分之1w所对应的角度是180减掉θ 所以sin180-θ 直接是sinθ 因此我们利用后面两项 后面两项把w约掉 sin除上来 所以sinθ 直接比上cosθ 等于1分之1w 也就是sinθ 等于1分之1w 所以在一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这个角度是θ sinθ是对边比0边 所以1比2 所以这时候斜边是根号5 因此我们要先知道 当物体往旁边侧拉时 能够上升的高度 我们先找上面这个高度假设是h 因为斜边的长度 本来是1分之1w的长度 由于我们施力的位置 是在细绳的中央 所以整条细绳长度是l 我们施力的地方是在1分之1w的位置 所以斜边的长度是1分之1w 可是先要找θ的0边 所以h的高度会等于 斜边是1分之1w 乘上θ的0边乘以cosθ 可是cosθ是0边比斜边 所以是根号5分之2 所以等于2分之L乘上根号5分之2 所以2跟2约掉 所以等于根号5分之L 所以上升的高度 所以细绳在还没拉的时候 本来是2分之1L的长度 现在拉上去的长度剩下根号5分之1L 所以把2分之1L减掉根号5分之1L 因此等于我们把2分之1L提出来 前面剩下1 后面剩下根号5分之2 所以物体上升的高度是2分之1L 乘上1减根号5分之2 这个是物体上升的最大高度 这是第六题 第七题 一个物体重量W 至于公滑斜面上 若平行沿斜面向上施力使之静止 斜面对物体的正向力是N1 若改为水平施力亦可支持时 正向力变为N2 则N1、N2和W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上面这个图形式 在一个公滑斜面上 一个物体本身有个重量 这个重量W 现在沿着斜面施力 所以假设施力是跟斜面平行的方向 这时候施力如果叫做F1 这时候物体所产生的正向力 叫做N1 因为沿着斜面施力 并不会增加物体的正向力 所以物体的正向力 主要来源是来自于物体重量的分力 所以如果斜面这个斜角是θ 则上面这个斜角也是θ角 因此N1 会等于重量W乘上θ的0边 所以把重量W乘上cosθ 这个是沿着斜面的施力 可是我们这时候的施力F1 会等于下滑力重量W乘上sinθ 如果我们现在在水平方向施力 如果这个施力是F2 因为现在对物体是水平施力 我可以把水平的施力分成平行斜面向上的方向 还有垂直斜面的方向 而物体的重量 我会把它分成垂直斜面的方向 还有平行斜面的方向 因此物体重量W 斜面这个斜角是θ角 所以这个斜角也是θ角 还有这个斜角也是θ角 所以沿着斜面的施力向上是F2乘上θ的0边 所以F2乘上cosθ 这是沿着斜面向上的施力 刚好等于物体向下重量 所以等于重量W乘上θ对边是乘sinθ 可是垂直方向的正向力N2 这时候包括了重量在垂直方向的分力 所以把W乘cosθ 再加上F在垂直方向是乘上sinθ 所以是F2乘上sinθ 可是我们从刚刚F2乘cosθ 等于Wsinθ 从这个式子我可以知道 F2等于把cosθ除下来 所以是重量W乘上sinθ 除以cosθ 因此我们把F2换成W乘上sinθ除cosθ 所以重量W乘cosθ 加上F2乘上sinθ 加上F2换成W乘上sinθ 加上F2换成W乘上sinθ 分之sinθ的平方 我们把前后项分母通分 所以我们写到上面这边 等于第一项分母乘上一个cosθ 结果分尺又多一个cosθ 所以变成Wcosθ的平方 再加上F2乘cosθ的平方 因为分母都是cosθ可以合并起来 所以变成分母是cosθ 而分子是把W提出来 而这时候前面是cosθ的平方 加上后面是sinθ的平方 sinθ平方加cosθ平方等于1 所以等于cosθ分之w 而这个等于n2 可是我们刚刚n1等于w乘cosθ 所以cosθ就等于n1除以w 因此把这个cosθ 把它换成n1除上w 这个结果等于n2 所以分母乘过来 所以n2乘上w分之n1等于w 所以n1乘n2就等于w的平方 所以n1乘n2等于w的平方 这是n1和n2以及w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第七题 第八题 青绳两端分别系上m和m'两个指点 体积不积 m沿着半球形光滑碗面 下滑到p点平衡 如图 球形O Oc为水平 C处无阻力 θ等于60度 碗对m的正向力是n 绳子张力是t 则第一小题 n等于多少 t等于多少 m等于多少m' 首先我们先看图 因为题目说 在碗里面这颗m和在碗外面m' 整个达到了平衡 由于整个平衡 因此对碗里面的这个指点m 它本身受到一个重力向下 质量m 重量向下mg 绳子对m有一个张力 这个张力沿着绳子 而这个绳子张力是t 因为m压在碗上面 所以碗对m有一个正向力 这个正向力是n 因为达到了平衡状态 所以m受到三个作用力 合力等于0 所以三力平衡 我们可以用拉密定律 我们把m所受的力 我们重新整理 向下m有个重量是mg 和碗币垂直有个正向力 这个正向力是n 绳子张力 这个张力是t 而在图上面 O点是圆心 所以O到C 这个是半径 忽略掉m的体积 所以OP 这个也是半径 题目说 这个夹角是60度 所以θ等于60度 可是 因为上下 这个是半径 所以这是一个等一三角形 等一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60度 所以这是一个正三角形 由于上面60度 所以我们做一条水平线 底下这个夹角60度 因此 这个夹角也是60度角 上面这个三角形 是正三角形 所以 这个夹角也是60度 这个角度60度角 因此我们看到了 这个角度60度 上面这个角度60度 所以右边这个角度也是60度角 所以mg重量 比上mg所对的角度是60度 所以比上sine60 会等于n这个正向力 会等于n这个正向力 它所对的角度是90加60 所以sine90加60 等于cos60度 再比上绳子张力T sine90加60 所以这个角度还是cos60 因此mg比上sine60度 2分之根号3 等于正向力n 比上cos60 等于2分之1 分母把2都去掉 所以n等于 根号3分之1mg 或者等于 或者等于3分之3 根号3mg 所以n等于3分之3mg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绳子张力T 因为T比1 所以T等于 根号3分之1mg 所以 所以 也是等于 3分之根号3mg 所以T 等于 3分之根号3mg m和m' 我们看上面这个图 绳子拉着里面是m 可是绳子拉着外面是m' 因此 同一条绳子 绳子的拉力 这个还是T 可是 T在往外面 它拉着m' 所以向下有重量m'g 因此 T也等于m'g 所以 T等于3分之根号3mg 可是T等于m'g 所以 m'g t等于3分之根号3mg 所以两边我们把g约掉 所以m'会等于3分之根号3m 或者 m等于整个导过来 根号3分之根号3m' 根号3分之根号3m' 等于分子分母除以根号3 等于根号3m' 所以m等于根号3m' 这是第八题 第九题 一个重量为w的小圆柱 以细绳拉着 静止于大圆柱的表面上 如右图 若忽略所有的摩擦力 则 第一小题 细神的张力是多少 第二小题 大圆柱给予小圆柱的正向力是多少 第三小题 墙面给予大圆柱的作用力是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 有一颗w的小圆柱 这颗小圆柱重量是w 所以 有一个向下w的重量 而这个小圆柱放在大圆柱的上面 小圆柱跟大圆柱相切 于是 小圆柱压着大圆柱 而大圆柱则向外支撑了小圆柱 支撑的方向是朝垂直的方向 所以支撑方向是顺着连心线垂直向外 我们假设这个支撑的力 这是正向力 这个力我们叫做n 而旁边有细绳拉着 细绳和这个圆是保持切线的方向 这个细绳的张力是沿着绳子 绳子的张力这里是t 我们再画一条辅助线 这条线就是千锤线 千锤线跟半径这一条 这个夹角37度 所以上面这个夹角是37 对过来底下这个夹角也是37度 因此我们重新整理它的角度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以小圆柱的圆心做直心位置 直心受到几个力的作用 向下受到重力 这个重力w 而受到大圆柱的支撑力 这个支撑力是n 细绳有个张力 这个张力是t 千锤线跟半径 这个夹角是37 所以上面这个37 所以底下这个角度 这里是37度 所以上面这个夹角也是37度 由于这个是垂直 因此这个也是直角90度 所以小圆柱的直心 同时受到三个力的作用 而达到静止平衡 所以我们可以用三力平衡的拉密定律 向下有重力w 它所对应的角度 上面这个是直角90度 所以比上sin90 会等于大圆柱支撑的正向力n n所对应的角度 这个地方是90再加37 所以sin90加37 等于cos37 再比上 绳子张力t 所对应的平衡是5分之4 所对应的角度 底下这个角是180 减掉37 所以sin 180-37 直接等于sin37 这是三力平衡 他们彼此所对应的角度 所以重量w 我们比上sin90 我们比上sin90等于1 n 比上cos37 是5分之4 绳子张力t 比上sin37 是5分之3 n等于5分之4乘上去 所以n等于5分之4w t等于5分之3乘上去 所以5分之3w 所以n 大圆柱对小圆柱的支撑力 这个支撑的正向力 n等于5分之4w 所以大圆柱给小圆柱支撑的正向力 这个是5分之4w 而细神的张力t t等于5分之3w 所以细神张力t 等于5分之3w 前面给予大圆柱的作用力 我们看这个大圆柱的受力情形 在大圆柱的上面 有小圆柱 我们刚求出 大圆柱支撑小圆柱 向上的支撑力 这个正向力是n 所以反作用力 小圆柱压着大圆柱向下的作用力 因此 小圆柱给大圆柱向下的作用力 这个力也是n 而大圆柱旁边墙壁给大圆柱的作用力 是向右边的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如果是f 由于大圆柱向下有重力 向上是地面支撑 所以 整个大圆柱的重量 这个是大圆柱重量 如果w1 有个地面支撑的正向力 这个正向力是n1 现在题目并没有去问 大圆柱垂直方向的正向力 只讨论水平方向的作用力 所以我们只看水平方向 所以 水平方向所受的力 向右的力是墙壁支撑大圆柱的力f 而向左的力是 小圆柱对大圆柱的正向力 这个正向力 这边夹角有37度 可是 我们求这个正向力 在水平方向的分力 所以 这个水平方向的分力 如果叫做nx 则向右的f 会等于向左的nx nx nx它是小圆柱给大圆柱的正向力 正向力是四五分之四w 乘上 因为底下这个角三十七 所以水平方向的力是三十七度的对边 所以乘上sin37 水平方向的力是三十七度的对边 所以 5分之四w 在乘上 5分之三 所以等于 25分之12w 所以 墙壁给大圆柱 支撑的作用力是25分之12w 所以第三小题 这里是25分之12w 这是第九题的结果 第十题 有ABC三个金属圆轮 半径均为50公分 将ABC以长100公分的钢绳连接 以致ABC三颗金属球 它的质量分别是3M 2M 2M 则第一小题 作用在地面上低点的作用力是多少 作用在地面上一点的作用力是多少 作用于AB两绳之间的作用力是多少 AC之间的作用力是多少 首先 我们先看这图上 这边有A球 B球 C球 这有三个圆轮 半径都是50公分 所以 我们先把AC连线起来 BC连线起来 所以 三颗球半径都50 AC长度这里是两个半径100公分 BC这里也是两个半径 所以也是100公分 可是神长 也是100公分 所以 中间这个三角形是一个正三角形 每一个底角是60度角 上面这个顶角也是60度角 因为三颗球达到平衡状态 三颗球像叠入汗一样叠起来 我们先从最上面一颗 C球先算起 所以最上面这颗是C球 因为题目说 ABC三颗球 质量分别是3M 2M 2M 所以A球这一颗质量3M B球这一颗质量2M C球这一颗质量2M 所以最上面 C球这颗质量2M 重量2MG 往右上 这个是AC的连线方向 所以C球压着A球 A球有一个向上支撑力 所以A球给C球 有一个向上支撑的正向力 如果这个力叫做NA 这是A球给C球的正向力 而同样 C球压着B球 所以B球给C球 有个向上支撑力 所以B球给C球 在连线线的方向 这里有一个支撑的正向力 所以这个力是B球给的 这是NB 因为底下这个夹角60度 所以上面这个对领角 这个夹角也是60度角 如果我们画一条垂直线下来 我们发现底下这个夹角90度 旁边这里60度 所以上面一边夹角30度 所以这个夹角是30度角 所以同样这个夹角也是30度角 所以C球同时受到重力 A球的支撑力 以及B球的支撑力 所以这时候三力平衡 因此我们利用三力平衡的拉密定律 C球所受的重力2MG 所对应的角度 它所对应上面这个夹角是60度 所以比上上以60 等于NA 这是A球给C球的正向力 这个方向 因为垂直线画上去 底下这边夹角30度 所以上面这一半这个夹角也是30度 所以右边30度 左边这里30度 所以NA所对应的角度 这个夹角 这时候这个夹角是一条直线180 扣掉30 所以底下这个夹角是150度 因此 NA会比上sin150 再比上NB NB往左上 可是它所对应的夹角是这个夹角 一条直线180 所以上面这里30度 所以底下这个夹角也是150 所以NB所对应的角度也是150度 所以比上sin150 因此 两个MG 比上sin60 是2分之2 是2分之3 等于 NA 比上sin150 等于sin30 所以等于1分之1 再等于NB 比上sin150 所以等于sin30 所以也是1分之1 三个分母的数字 我们把分母2都约掉 所以NA 会等于根号三分之二MG 同样的NB 也等于根号三分之二MG 所以NB的大小 同样的 也是根号三分之二MG 所以这个是A球对C球的支撑力 以及B球对C球的支撑力 所以我们可以先回答 AC之间的作用力 就是A给C C给A AC之间 根号三分之二MG 所以我们先求出第四小题 然后我们看A球所受的力 首先我们先看 A球本身质量是3M 所以A球向下有个重量是3MG 而刚刚我们知道 A球对C球向上支撑力 是根号三分之二MG 所以同样的反作用力 C球对A球 有一个向下支撑力 这个力等于根号三分之二MG 而AB之间有细绳 绳子把A向右拉 所以绳子对A有一个向右的绳子张力 所以这个绳子张力 假设是T A球压在地上 地面有个向上的支撑力 所以地面向上支撑力 这个支撑力向上 如果这个支撑力叫做N1 这是地面的支撑力 因此 A球除了一个重力 另外有三个接触点 所以总共有四个作用力 这四个作用力 其中重量3MG 正向力N1 所以我们可以把垂直方向的力 把它划减 这是A球所受的力 我们把垂直方向向上 减向下 所以A球在垂直方向 合理是向上 向上的力是N1减掉3MG C球压着A球 在左下的方向 这里是C球压着A球 这个力是根号3分之2MG 水平方向 有绳子张力 这个绳子张力T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90度 而原来在图上 AC和水平的夹角 这个夹角60度 所以 AC的线上跟水平 这个夹角是60度 所以底下 这个角度也是60度 因此我们找到了三个力 他们所对应的角度关系 所以 向上的力是N1减掉3MG 比上 所对应的角度是底下 底下这个夹角是一条直线180 旁边60 所以这个角度120 所以 所以 3120 等于 T比上 所以对应的夹角 这个夹角是90加60 所以3150 再等于 再等于 根号2三分之2MG 所对应的角度是90度 所以 所以 N1减掉3MG 比上 sin120 等于 sin120 等于 所以是 2分之3 所以是 等于 T比上 sin150 所以是 等于sin30 所以是 2分之1 等于 根号3分之2MG 比上 sin90 所以比上 1 所以 T等于 把这个 2分之1 乘上来 所以 T等于 根号3分之2MG 乘以 2分之1 所以等于 根号3分之1MG 这个T 是 AB之间 细绳的张力 所以 AB之间 细绳的张力 是 根号 3分之1MG N1减掉3MG 会等于 2分之3 乘上来 所以 N1 减掉 3个MG 等于 我们把 根号3分之2MG 乘上 2分之3 就 3分之3 只有 这个1层 等于MG 所以 N1 就等于 减3个MG 移过来 总共是4个MG A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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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球跟地面接触点 就是 珠点 珠点的支撑力 是4个MG 所以 1点的支撑力 我们把 三颗球 当成一个系统 三颗球 向下的重量 集中在 直心的地方 所以 三颗球 向下 有重量 3M 2M 2M 所以 三颗球 全部的总重量 向下 总W 等于 3MG 加2MG 再加2MG 所以 总共 有7个MG 所以 三颗球 总重量 7个MG 可是 这7个MG 压在地上 只有 珠跟 1 两点在支撑 而珠点的支撑力 就向上的正向力 等于 4个MG 所以把 珠点支撑的正向力 加上 1点支撑的正向力 这两点 总共支撑 7个MG 所以 1点支撑的正向力 就等于 7个MG 减 OK 要租点支撑的 可是租点支撑的就是 刚刚我们求N1 4个Mg 所以B球压在地上 一点支撑向上的支撑力 等于3个Mg 所以一点对地面支撑力是3个Mg 这个是第10题的结果 11题如右图两球半径相同 重量借为W的金属球 至于无摩擦的接触面上 则第1小题 两球之间的撑力大小是多少 第2小题 斜面上的正向力是多少 第3 垂直面上的正向力是多少 第4 底部的正向力是多少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里有两颗球 我如果上面这一颗叫做A球 底下这一颗叫做B球 两颗球半径相同 这两颗大小会一样 重量都是W 现在题目分比要求 AB这两颗球 和每一个接触点 它们之间的作用力 因为有两颗球 我们从上面这颗球开始算起 首先我们先看A这颗球的作用力 因为 题目说 重量是W的金属球 球的重量集中在球芯的地方 所以在球芯这里 有个重量向下是W的重量 因此 这个力向下是W 这个是超距离 然后 在A的四周 我们去找它的接触点 因为 球跟斜面有个接触点 所以 球压在斜面上 因此斜面支撑球 在垂直方向这里有一个正向力 如果这个正向力是N1 这是斜面给A球的正向力 而A球跟B球接触 所以 A球压着B球 因为A球压着B球 所以B球会给A球一个支撑的作用力 而这个作用力是在AB两球 连心线的线上 上面这里A球圆心 底下这里是B球圆心 两球连心线上 所以 B球给A球一个向上的支撑力 因此 对A球而言 总共受到这三个力的作用 三力作用 而A球达到静止 所以A球达到三力平衡 如果我做一条垂直线 还有一个水平线 AB的连心线跟水平夹角 这个30度 所以表示 上面这个夹角同样的这个角度也是30度 而斜面斜角45度 所以上面这个斜角会是45度角 因此 我们重新整理这三个力 A球向下有个重力是W B球支撑A球在右上的方向这里 如果这个力是NB 这是B球给A球的作用力 而斜面支撑A球 假设这个斜面支撑力 假设这个叫N1 角度的关系 底下这个角30度 所以上面这个角30度 所以这个角度是30度角 由于 这条水平线 上面这条垂直线 所以底下这30 上面这个角度是60度 由于斜面斜角45度 所以当斜面提高时 牵垂线也倾斜了45度 所以这个斜角45度 因此 这个角度是45度角 所以 A球总共受到三个力的作用 分别是重力W B给A的正向力是NB 斜面给A的正向力是N1 三力达到平衡 我们利用三力的拉密定律 所以对重力而言 W比上 W所对的角度是45加60 所以上面这个角度是105 因此 重量W比上 Sine的 105度 会等于 NB 这是 B支撑A B支撑A所对的角度是 底下这个角度 由于一条直线上面45 所以底下这里是135度 所以 NB比上Sine 135 再比上 N1 N1所对的角度是底下这里是90加30 所以这个角度是120 所以是 比上Sine 120 因此 我们把三巧N数数值带入 重量W 比上 Sine 105 等于 Cosine 15度 可是 Cosine 15度 是指 Cosine 60度 减45度 所以 Cosine 60减45 等于Cosine 60 Cosine 45 加上Sine 60 Sine 45 这个 是 三巧N数 展开 因为Cosine 60 1 Cosine 45 2 2 加上Sine 60 2 3 乘上Sine 45 2 2 所以 整个合起来 等于 4 4分之 前面是根号2加上后面根号6 所以等于根号6加根号2 所以这个等于 NB Sine Sine 135等于Cosine 45 再等于 N1 Sine 120等于Cosine 30 10 所以 重量W 比上 Cosine 15度 是4分之 根号6加根号2 所以这里是4分之 根号6加根号2 结果等于 NB 比上 Cosine 45 是2分之 根号2 2分之根号2 如果我把分母通分变成4 所以是4分之 2根号2 再等于 N1 比上Cosine 30 Cosine 30是2分之根号3 所以等于4分之 2根号3 所以 每一项分母都是4 我们就可以把分母4约分 所以NB B给A的正向力 就等于 把2根号2乘上来 所以 分母是根号6 加根号2 分之2根号2 乘以W 所以 等于分子分母都除以根号2 所以分母变成了前面根号3 加上根号2一除变成1 根号2约掉变成2W 所以分子分母在乘上根号3减1 由于根号3加1乘根号3减1 等于 3减1 所以是2 所以分母2分之2 所以剩下W 乘上根号3减1 所以 AB之间的正向力是W乘上根号3减1 所以这个力是W乘上根号3减1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 N1是斜面支撑的正向力 所以N1等于 把2根号3乘上来 所以2根号3W 除以 根号6加根号2 因此 分子分母都乘上根号6减根号2 所以 根号6加根号2乘上根号6减根号2 分母变成6减2 所以分母是4 4分之2根号3W 我们把分子还要在乘上 刚刚通分的根号6减根号2 所以 这个就变成了分母约分 2分之根号3W 乘上根号6减根号2 这个是斜面给A球的正向力 所以斜面对A球的正向力 是2分之根号3W 乘上根号6减根号2 这个是第二小题 接下要求牵直面的正向力 还有底面的正向力 也就是要求B球的接触点 所以我们看B球 B球本身重量也是W 所以B球有个重量向下 这个重量向下W B球压在底面 所以底面向上支撑 这个支撑的正向力 这个如果叫做N2 这是底部给B球向上支撑的正向力 而旁边墙壁给B球 由于墙壁跟B球 这里也是有一个垂直的正向力 所以这边推过来 有一个垂直的正向力 如果这个正向力强壁的 这个叫N3 从图上我们同时还看到 A球压着B球 刚刚两球之间的作用力 是根号3减1W 所以B球支撑A球 沿着连心线向外 所以A球压着B球 沿着连心线向下 所以A球压着B球 沿着连心线的方向 往这个方向 而资格力的大小 B给A等于A给B 所以资格力也是等于NA 这里总共有四个力的作用 我们把这四个力 因为垂直方向 两个力可以相抵消掉 所以向下有W 向上是地面支撑 因此从这图上我们看到了 向下是W 向上是N2 所以向上支撑的正向力 是N2减掉W 这在尖垂线上 两个力可以互相抵消 而墙壁支撑B球 向右有个N3 所以这个力的大小是N3 由于正向力是垂直向上 墙壁的支撑列是水平向右 所以这个角是垂直90度 NA的方向是A压着B 沿着连心线向下 所以这个是NA 不过NA的大小也是NB 等于W乘上根号3-1 所以这个等于W乘上根号3-1 可是 AB的正向力 它的方向 我们从连心线上我们发现 连心线的斜角跟水平夹角是30度 所以连心线的方向跟水平这个夹角 这个是30度角 所以 三个力之间的关系 相互的角度 我们也找到了 由于NA是W乘上根号3-1 因此 我们把W乘上根号3-1 比上 所对的角度是90度角 所以是上于90 会等于 水平的墙壁支撑力是N3 N3所对的角度 对过来是90加30 因此 上于90加30 等于cos30度 再等于 底部支撑B球的正向力 向上是N2-W 因此 N2-W 比上所对的角度 底下这一个是 一条直线180-30 所以sin 180-30 结果等于sin30度 因此 我们把相关的角度带入 所以 把W乘上根号3-1 这个我们把常数写前面 所以是根号3-1 乘W 比上 sin90度是1 等于 N3 比上 cos30 可sin30 2分之根号3 再等于 N2-W 比上 sin30 是2分之1 因此 N3等于 把2分之根号3乘上来 所以2分之根号3 乘上根号3-1 W 结果 乘开 W写前面 所以2分之1 W 把根号3乘进去 根号3乘根号3 等于3 减掉 根号3乘进去 所以根号3-1 所以是根号3 所以N3 墙壁给B球水平的正向力 这个力是2分之W 乘上3-根号3 所以 牵直面上 给B球的正向力 是2分之W 乘上3-根号3 还有底面的正向力 底面的正向力 就是这个N2 由于 N2-W 等于2分之1乘上来 所以等于2分之根号3-1 W 所以把这减W再移过来 因此 N2 就等于 2分之根号3 减1 乘上W 减W 减W一过来 再加W 我们把前后向合并 2分之根号3-1 再加上2分之2 等于2分之根号3 减1再加2 变成是加1W 所以N2的大小 是2分之根号3加1W 所以底部向上的正向力 是2分之根号3 加1W 这个是底部支撑的正向力 这个是11题 12题 如有图 AB神悬挂一个重物W的物体 而达到平衡 则第一小题 A神的张力大小是多少 第二小题 B神的张力大小是多少 我们先看这个图上 图上这里有一条A神 有一条B神 还有一个向下W的重物 因此 对整个系统而言 以中心的连接点 受到向下物体的重力 这个是W 沿着B神有个张力 这个是TB 沿着A神有个张力 这个是TA 如果我们做水平的辅助线 还有垂直的辅助线 我们来找相关的角度 因为中间的连接点 同时受到向下重力W A神这里有绳子张力TA B神这里有绳子张力TB 可是上面这个斜角45度 所以这个甲角也是45度角 这是内错角的关系 这是牵锤线 这里甲角60度 所以牵锤线 这个甲角也是60度角 因此我们知道 TA跟重物 这个甲角60度 而TB跟重物 这个甲角是90再加45 而TA跟TB而言 因为底下这个是60度 所以上面这个角度 这里是30度 这个垂直90度 上面45度 所以底下这里也是45度角 因此AB之间的甲角 假设这个甲角叫θ 所以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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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之间角度达到三立平衡 所以对重物向下W 比上所对应的角度 上面这个角度是90加75 所以SINE90加75 比上TA绳子张力 所对应的角度 这边是90再加45 所以是SINE90加45 再等于TB 再等于TB B神的张力 比上 底下所对应角度 这个直接就是60度 所以SINE60 因此 我们把相关的角度带入 可是这里有个SINE90加75 所以等于 COSINE75 等于 分子 A神的张力是TA 分母SINE90加45 等于COSINE45 再等于 TB 比上SINE60 SINE60 我们直接写 2分之根号3 所以这里 有个COSINE75度 我们先求COSINE75 因为COSINE75 是把COSINE45加30 所以COSINE75度 等于COSINE45 COSINE30 前面加的 所以后面减号 SINE45 SINE30 所以带入数字 COSINE45 2分之根号2 乘上COSINE30 2分之根号3 减掉SINE45 2分之根号2 SINE30 2分之1 所以乘开来 分母是4 分子是根号6 减根号2 所以重量 W比上COSINE75 等于 4分之根号6 减根号2 等于 TA 比上COSINE45 是2分之根号2 再等于 TB 比上2分之根号3 我们把底下这个分母 都变成4 所以2分之根号2 变成4分之2 根号2 2分之根号3 变成4分之2 根号3 这样子 分母的4 就可以直接约掉 所以TA A神的张力 我们把2根号2 乘上来 所以2根号2 乘W 除上 根号6 减根号2 于是 就等于 分子分母 除以根号2 所以2W分之 根号3 减1 把分子分母 都乘上 根号3加1 所以 分母变成了 3减1 是2 所以2分之2W 乘上 刚刚分母 乘上了 根号3加1 所以 分母有理化 分子分母都乘上 根号3加1 这时候 把2 约掉 所以W 乘上 根号3加1 这是 A神的张力 因此 A神的张力 等于 W 乘上 根号3加1 而B神的张力 TB 等于 把2 根号3 乘上来 所以 2 根号3W 比上 根号6 减根号2 所以 分子分母 都乘上 根号6加 根号2 所以 分母变成了 6 减2 所以是4 所以4分之2 根号3W 刚刚分子分母都乘了 根号6 加根号2 这样刚好把分母 有理化 而2和4 约分 所以等于 2分之 根号3W 乘上 根号6 加 根号2 这个 是B神的张力 因此 B神张力 等于 2分之 根号3W 乘上 根号6 加 根号2 这个 是12 题 今日所有辛勤的汗水 将换得明日的光彩 而今日所有的怠惰 不过换得明日的卑微 愿这段话 作为你我的警惕 我们这个单元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待